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教授 张老师好 大家好 另外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 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拉平安 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 谢文吉大使大使好 何荣好大家好 好今天节目呢 我们关注的重点 首先从两会 这个大陆这两天的重头戏俗称两会 也就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月4号跟5号这两天隆重登场 而今天首先来看的是在两会期间 那么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中国社会的脉动如何 好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大陆呢治国的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 不过在两会召开的这期间呢 大家也关注到了一些中国大陆的社会现象 首先来看的就是呢 最近在微博上面有热搜的一个关键字 是211文科男硕士吐槽招聘会军薪 5500元引争议 这是一个标题 说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名微博的博主 他就分享他参加了上海的职业招聘会 那么他在他的文中呢就吐槽啊就抱怨起了说 硕士的平均起薪为什么只有人民币5500元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但是大家也说会不会只有你自己的个案是如此 其他人并没有这样 是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 另外在中国的影片平台啊 Bleeblee的动画上呢 也有多部的影片最近呢 发布的表示说呢 各地的工厂在招募临时工 但实行是人民币9元这样的待遇啊 所以网红呢就拍了一个 实行9元的购买力这样的影片 而累计呢有50多万人观看 这凸显出了中国大陆呢 现在面对的是有一些问题 包括了青年低薪还有学历贬值 甚至包括地方债务 青年低薪刚才已经提到了 网络上这个网红就特别谈到说 哇暑假工为什么只有实行9块钱 可是是不是能够代表全面性的来看 等一下我们特别要来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刚刚提到了说呢 上海211硕士平均起薪这个博主他的抱怨 说他的硕士只能够让他 他的月薪呢拿到人民币5500元 好所以学历是不是有贬值 这是不是跟人口越来越少有关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啊 2022年中国大陆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 千分之负0.6 少子化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 大陆的高教的发展 另外刚才提到了地方债务的问题 看到中国大陆的财政部长刘坤 特别提到了在今年度 好特别他引用了2020土地出让的收入减少 大约有2兆元 影响到了地方预算财力 大概是3000亿元 而地方债务的问题呢 主要是分布不平均 一些地方的债务风险呢比较高 还本的复习压力比较大 包括地方债务学历贬值还有青年低薪 这在两会期间其实呢看到中国大陆在对内的治理上呢 有一些社会的现象 但怎么样来观察并且分析这样的社会现象 我们就从青年低薪的问题先请教委员 这个我是觉得比较像是个案 因为我查了资料 58同城的资料上海的平均月薪是10605 那是他的两倍平均喔 对 那深圳是9900 然后广州是9266 那如果我不知道是学什么的 你如果是信息行业 软体啊软件啊 还有运输业金融业等等 全国的平均薪资 在2021年是6000到7000 是 那照理讲今年应该是复苏嘛 那复苏应该抢人才 求财若可财 你怎么可能比2021还低呢 主要也要看他职缺是找什么 你刚刚提到一个 对对 他是找什么工作 也许是学文科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子女 他就中文系毕业啊 对 他在高雄找工作 请信是2万8 而且到现在薪水才涨到3万3 那你讲到我们痛处啊 已经 传播科系的更低啊 我跟你讲 我那个子女已经就业5年了 2万8到3万3 5年了 然后你讲那个9元 那个是违法的 临时工 不因为 不是 这没有什么临时工啊 人家有基本工资的规定啊 我们台湾临时工也要遵守 基本工资啊 广东跟 广东省的 那个基本工资是22元 时薪啊 所以他是违法的 那这个因为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啊 他是从自由亚洲电台出来的 那我也不能说那是假的啦 那事实上也有排队的现象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 因为东莞 他是在讲东莞嘛 东莞很多都是电子零主建厂 对 那你也知道电子业大量的库存 所以导致裁员嘛 确实在疫情之后 相对来说找人才 如果要肯定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老板 我会稍微保守一点 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前景 可是已经 因为有一些资料已经出来了 这个吴岳兄比我还了解啦 比如说 PMI指数 冲到52.6 那是2014以来的新高 那这个数字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我有去看他的戏目 每一项都超过51以上 每一项 那这不会是假的吧 因为这个是问了 7000个经理人 问出来的 那我觉得 各行各业的经理人 应该会反映在各行业 所以 我难以想像今年的薪水 会比去年低啦 因为 去年是封城嘛 大量涌援啊 他是这个 疫情过后 的一时现象呢 还是说他长期变成了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但不管如何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治理上的这个挑战 确实是有 只是看怎么样去处理 那在这个礼拜 其实我们也特别 在前几天有讨论到说 中国大陆有一波的 烤工热 就是烤这个 公务员的热潮 那也特别提到了 网络的流行用语 有一句话叫做 宇宙的镜头是烤鞭 是鞭制 显示出的社会现象呢 是 现在 蛮多的 这个大陆的年轻人呢 喜欢去烤公务员 希望能够拿到这个 铁饭碗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是显示 2022年 刚才特别跟大家说明了 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是千分之 负0.6 那开启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所以对于当局来说呢 其实是 在 布局上面 是不是在教育的布局上面 特别高教呢 是尤其受到关注 北京的师范大学 有一位教授 乔景中 他就分析说呢 因为这个高等学校的数量 将会有所减少 学校的规模会变小 他就举例 他说像吉林大学 山东大学 浙江大学 这些巨型大学 将来很难再看到 吴越老师 我们都提到这个高等教育的 转型 但是转型不容易 您怎么看中国高等教育 未来的发展 我想第一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一样 都面临到少子化的问题 那第二个来讲话 那中国大陆跟台湾 也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一年大概像今年 他的高校的毕业生 大概会有一千一百五十万 那这里面会分了两部分 一半一半 一半以上是有关于 四年的本科的 另外一半就是我们所讲的专科的部分 可是专科跟本科当中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一点台湾其实慢慢其实不是很成功的 台湾本来是有个很好的有关于技职教育 我们有高教系统跟技职系统 那这几年来我想说因为 中国特色台湾跟大陆都一样 都慢慢重视高教 都不重视所谓的技职教育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以高校做例子 清华大学 一年的预算 362亿人民币 北京大学一年的预算也有220亿人民币 可是你去看看其他后面那些学校跟专科学校 他能够分到多少人民币的问题 这种过程当中 过度的所谓重视所谓的高校系统 而忽视的所谓的广大的技职教育系统当中 当然在人才方面的应用会产生落差 北大清华这些所谓的好的学校的 毕业的学生 他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在高科技的行业的一些相关的产业 他仍然是自首可热的 但是一般的所谓的 很多的所谓大学的毕业 或者是专科毕业生 如果他找不到很多很好的就位机会 他还怎么选择躺平 到底是一样的 一个一个现象看 刚刚已经提到了青年低薪 还有包括了 这个学历贬值 接下来地方债务的这个现象 因为刚才也特别在前面有提到说 大陆的财政部长 那么他就针对 就刘坤他针对说 地方财政的问题 指出说2022年的土地出让的收入减少 刚刚吴远老师也提到了一些重点 减少的金额大概是两兆元 影响到了地方的预算 这个财力大概约3000亿 那土地的出让减少 但相对硬的会减少 这个拆迁补偿这些金额的支出 所以说收入下降的影响没有这么大 而且他特别提到了一点 他认为说经济回春是能够在接下来要缓解 而且让地方的财政慢慢的 由现在的状态变得比较好 大使您的看法 我觉得刘坤这个说法当然我觉得他是为下一步他们这个整个的 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举债比例 可能要往上调 这一点 他是 预作整个铺陈 那就是说地方事实上 财力 财务受这个房地产不景气 房地产不景气最后面是整个经济 这个所谓疫情经济影响 所以今年的话 也不能够预期 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就可以有这个快速的回升的感觉 那事实上的话2022年的话 整个大陆的地方财政 地方发的举的债 地方可以发债 一共达到7兆3676 利元 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可是预期今年可能地方债的举债 会打破7兆 到8.07兆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刘坤这个讲法基本上 就是给地方政府 基本上 打一个 信心 给一个信心 就是说 应该可以让你们 举债上限往上提 大概说 大概今年的举债上限是 3.3% 那所以 这个应该是可以 疏解地方政府 他们在财政上 起码在心理上 那种压力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土地当然就是说 去年的整个 土地出让影响 因为土地的这个 批地 是地方政府很重要的 裁员之一 那 状况会不会改善呢 这就看中国的房市 那如果 今年的中国的 大陆的整个的经济发展 就于 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报道说 可能在两会 会把这个目标 设定在6% 对 甚至高过很多国际这个 这些财 财经机构的预估 如果是6%的话 当然 第一个是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也是 增加整个社会 对经济发展的一个信心 如果他是 以这个目标来讲的话 那房地产 事实上 可能可以有 比较好的表现 那房地产比较好的表现的话 那当然的话 地方政府的收入 可能就不会像 这个2022年的 这样的情况 继续在土地 这个true round的 收入继续减少 那如果能够 土地收入能够增加 举债的部分 再能够增加的话 那我觉得 就是说 让地方政府的 各个首长 还有地方的 经济的信心 可以恢复 除了房地产的市场 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是能够真的 如期的 做到6的目标 以外 其他的因素 您觉得还有哪些 我觉得中国道路 能够调高的 就是 扩大内需 那你调高 增加融资 增加举债 这个都是你自己能做的 对 那外部环境 你怎么决定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 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 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 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们下期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